這一集 醫院怪事多鬼話的醫生 說大家好 我是童康 在台中有一個大學生 最近發現自己容易倒汗 心悸 他一開始以為自己是喜歡運動 然後加上熬夜的關係 結果有一天早上起來 突然發現自己的雙腿 失去知覺 無法行走 那他的室友們你知道也很天才 他卡到陰了 就搜刮了全宿舍的護身符 然後貼滿他的全身 經過這樣的實驗之後 發現無效 才想到要送醫院 結果男大生是患了什麼 甲狀腺毒性周期性麻痺 當然經過醫生的治療之後 結果就恢復健康 那這個年輕人 就是說不要認為說 自己年輕就不會發生 這種身體上的一些狀態 那我們要問一下馬醫師 剛剛講這個 這個是什麼樣的病 這個是一個比較少見的 自體免疫疾病 自體免疫疾病 它發生在年輕的男生身上 那甲狀腺的功能 那我們都沒事 我們都沒事 對 我們大概都OK 我們只剩下這護線了 比如說吃完大餐 然後激烈運動後 他的這個血甲就會下降 是 下降 那個血甲 負責人的運動協調 下降之後人就走不了了 就當患了 那這個很容易治好 還是說要很... 其實滿容易治療 一個就是把這個血甲 把它補充回去 然後再把這個 甲狀腺的功能治療回來 好了 馬上有請 我們通靈小護士艾雅 在愛有勇氣及希望的名義下 通靈小護士艾雅 給你有病治病 沒病長生的祝福喔 醫院的太平間裡面 竟然有神秘的懺悔事 究竟是給誰用的呢 孕婦在待產市 做出了禁忌的行為 竟然生出了一個死胎 而偏鄉醫院的午夜 傳來淒厲的尖叫聲 千萬不要好奇去查看喔 頻頻鬧鬼的醫院 竟然是螺絲叮鬆了 還有哈冰哥見鬼又Keydown 究竟是因為想要摸魚 還是另有原因呢 值班室的電腦半夜敲個不停 到底是誰 在大半夜的打病例呢 超激烈超可怕的醫院鬼故事 不要走開 馬上回來 重點是今天有有一個新的醫生 是兩個 醫生 你好 放你那裡 來 醫院太平均 醫院太平均 為什麼會有懺悔 是到底要幹嘛用的 事實上呢 因為現在的這個 兵葬管理條例已經規定 那麼一些仗儀業者 必須退出大型醫院 但在更早之前的話呢 很多的太平均 其實是沒有業者進駐 那有些人呢 有些醫院他會設一個 比如說簡易的靈堂 或是牌位 讓你這邊拜 因為在你出去之前 你還是需要各式各樣的 宗教儀式嘛 還是要有神主牌 還是有什麼讓人家那個嘛 那我說的這間醫院比較特別 他除了這個牌位區之外呢 旁邊有一個 追思堂 很小的 說是堂 其實是很小的 他們就戲稱太平間 這個追思堂叫做 懺悔室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叫做懺悔室 因為很多年輕的記者跟警察 都會後面說話 我告訴你 有的時候 不要說講出來 連心裡都不能想 來到了現場 光臨是第一次人 不是第一次老人 所以尤其是車禍 最容易突然之間就走了 然後尤其大規模的車禍就走了 通常這些年輕的記者 或者是年輕的警察 在... 因為他們必須拍照 拍照 拍整個的車禍幹嘛之後 他一定要拍那個死者 而且要正面拍 在現場的時候 他的長相 他哪裡斷掉 伸手藝術 他一定要拍 然後如果要到驗屍所 再拍一次 解剖再拍一次 看到了長得漂亮的死者 就會犯下以下的錯誤 身體這麼漂亮 這麼可笑 長得那麼漂亮 真的太可惜了 也不知道結婚沒有 你只要在現場 講過這句話 或心裡想過的都出事 結果就有一位這個警察 那麼他現場拍了 然後當時在現場 簡單的這個也拍了 然後拍了以後 因為尤其在國道的屍體很多 不是像我們想像中說 一具兩具車禍的屍體 檢察官懷疑 大家等他們來 來了以後再驗屍 那整個國道已經 踏車踏得翻掉 所以通常只要先拍現場 現在還有露營 然後拍到了以後 先移到太平間 結果有一個警察就發現 他拍完了這個所有的照片 全部都是空白的 那怎麼辦 那只有有個辦法 那就是到太平間 把他拉出來 打開屍袋 重新再拍 你知道嗎 那那個年輕的警察 那麼有一次 因為多跑幾次了以後 年輕的警察發現 他為什麼每次 都遇到這樣的現象 他拍的這個照片 老是被曝光 要不然的話 只有拍一半 臉這樣 臉還不是上下半 是左右一半 他就覺得很怪 為什麼每次 只能截取到一半的畫面 示範了什麼樣的禁忌呢 照片 老是被曝光 照片老是被曝光 要不然的話 只有拍一半 臉這樣 臉還不是 臉還不是上下半 是左右一半 他就覺得很怪 然後每次就來拜託 這個醫院的誰啊 就負責看管這個 總務主 負責看管這個太平間的 拿來拜託他什麼 拜託的啦 你給我撩出來 你給他倒撩 他還不敢撩 你不要以為 每個警察的膽子那麼大的 我想真的 還要警察不敢看屍體的 所以你把他倒撩 撩出來之後 屍體你打開 逼後是你拿我去 但是要常常做這個事 後來實在 來拜託太多次了 那個人就跟他講 那很奇怪 你的董事都沒有 每次都是你 你到底做什麼事 還是你白衣太輕 你到底有沒有說過什麼 他說沒有 我在命案現場的時候都沒有 他說你騙人 因為每次發生這個現象的 屍體都是年輕女孩子 車禍死掉的年輕女孩子 你一定有問題 你到底做什麼事 他說沒有 我只是每次在幫他們 拍照的時候 那麼我都沒有講話 因為那個前輩叫我不可以講話 我都在心裡面 然後他在裡面講說 這有夠可笑 嫁我做不夠好 你知道嗎 然後就這樣 他說可是我沒有講出來 我沒有講出來 我在心裡這樣想而已 我沒有講出來 然後那個 你改死人真正 你改死人 那個是不能講出來的 死者 死人敵 所以你說什麼 你想什麼 他就認為是什麼 然後他就說那怎麼辦 到旁邊去 各位 所以旁邊那一個追師堂 他說你去那邊懺悔 去那邊懺悔 怎麼懺悔呢 你就跪下來燒根香 然後跟他拜拜 這個死者 你一定知道是叫什麼名字 因為你是負責 負責處理這個事情 你跟他跪一個跟他拜拜 我無意冒犯 然後我是負責這個怎麼樣 跟他對不起... 請你原諒 然後我趕快幫你拍完照 你才能入土為安 我如果沒辦法拍完照 你這樣的話 我就沒辦法入土為安 然後對不起... 所以後來只要遇到類似狀況 還包括記者 記者回去 很多也是因為這樣 這麼可笑 還有少年的戲 一樣 發生事情的一樣 就到旁邊這個追師堂 就來這邊跪著拜拜 那像這個懺悔事 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大家都去那邊懺悔 然後還沒有完 你以為到這邊懺悔是OK的嗎 OK 這個警察呢 OK 他讓他把相片拍完了 結果你知道嗎 這個年輕的警察 因為是南部來的 畢業了以後 分花到我們台北的附近的 這個相關的一個 等於說警察單位來服務 叫他去租房子 租房子以後套房 很便宜啊 一個月才幾千塊 非常便宜 然後那個套房 那看起來就像 可以擺兩張那個 我們那個大床 那麼大 然後魏育都有啊 最邊邊的那一間 最大間 價格是一樣 他選那一間 如果平常可以放兩個床 他這一個可以放四個床 他好高興 而且他更高興的是 他在邊邊角角嘛 那有很多的樹 榕樹很多 外面好涼啊 夏天的時候不用開冷氣啊 很涼啊 你知道嗎 非常涼啊 連窗戶都沒有看 好涼啊 後來他住的後來 覺得很奇怪 他那個裝潢對不對 他那個雖然裝潢過了 他總覺得哪裡怪怪的 裝潢 然後他在這看好奇 因為沒有什麼人住 都只有他一個人住 所以他好奇就走過去的時候 就去扭開前面 有一天就去扭開前面的那個房子 沒有人租的那個房子 進去裡面看 那都有點蜘蛛 因為沒有人租 所以有點蜘蛛是幹嘛 他就怎麼覺得這一排 還有這上下這怪怪的 後來警察嘛 所以會查戶口 所以他用查戶口的精神 去問鄰居說 那這個為什麼都沒有人租 然後那個... 鄰居後來本來不想跟他講 不願意跟他講 隔壁也不跟他講 隔壁動了 後來他說 你真的想知道嗎 我們想說 你做警察應該是豬肉 不怕死 你有那個鴿子 你不怕死 這是便宜啦 你住的這棟是白衣 醫院是廢棄的 廢棄的原因是會一直依死人 對 然後你住 你看我住最快的房子 重大房 就是太平間了 你因為涼 因為你特別大洞 然後他說 可是我沒有發生什麼奇怪的事情 他也沒有特別的緊張或什麼 直到有一天 他睡到半夜的時候 被吵醒 他一看知道事大條 為什麼 因為他被吵醒是 他的門裡面 不是門口 是門口的裡面 他聽到兩個人在吵架 兩個女生在吵架 那他心裡想說 我是不是在做夢 他就把燈打開 屋裡沒有人 然後他就覺得很怪 就繼續睡覺 到第二天的時候 他又聽到 他的門那邊到半夜的時候 又有人在吵架 他就... 這個人媽直接就怪了 到第三天的時候 他受不了了 他打... 他就不敢開燈 因為他只要前兩天 一開燈 那個聲音就不見 人就不見 到第三天 他被吵醒了以後 他決定聽看看 兩個女人在吵什麼 在屋裡面 他只是覺得我是在做夢 到第三天的時候 他靜下來 聽看看兩個人在吵什麼 原來兩個在屋裡面 門裡面 看不見的人在吵 兩個女的在吵 他是我的 他是我的 他後來在爭吵過程當中說 我是死在這裡的 我死很久了 好不容易有一個人進來陪我 你知道嗎 他是我的 然後另外一個吵什麼呢 亂講 他在幫我拍照的時候 他就說如果娶我多好 哇 兩個人在吵 他聽到這裡的時候 趕快把燈打開 還是看不見 再便宜我都不要住了 然後趕快跑去 跑去第一件事情 跑去那個懺悔室 再擦香 再拜拜 我亂講的 我亂講的 然後再趕快找到 找到那個法師有沒有 鴨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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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鴨 鴨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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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鴨� 來 陳醫師這什麼故事 我之前就到偏鄉地區 去支援大概一個禮拜 然後我去的時候 第一天我就值班 那家醫院 因為就是很鄉下 所以它的採光非常的好 所以它就有一個設計 就是四面它都有做落地窗 這樣子 四面 四面它都有落地窗這樣 所以採光就會非常的好 那第一天晚上的時候 大概十一點的時候 我就看到那個很靜褶的警衛 就到處每一層樓去巡邏 然後巡邏到那個 每一層樓層的時候 它會在護理站對面的窗戶 就把窗簾給拉起來 那因為它比較偏僻的醫院 醫師比較少 所以我們一值班的時候 是一整棟就是一個醫師而已 所以我那時候負責是整棟樓 那我有一個習慣 就是值班的時候 我到每一層樓去看看 到底有沒有比較特殊的案子 我特別要去注意的 或晚上有可能會發生問題的 先去了解一下 但是我去每一層樓看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 好像護理站對面的那個窗戶 就是四面都有落地窗 只有護理站對面那個窗戶 才有被拉起窗簾 然後我看一下 每一層樓有四個窗戶沒有錯 可是只有一個窗戶有裝窗簾 其他三個都沒有裝 我想說是不是因為偏鄉地區 沒有經費 沒辦法裝那麼多 就不理它 那大概就是十一點 然後到了那邊大概十二點左右的時間 我在護理站在寫我的病歷紀錄 然後就很安靜 沒有什麼聲音 然後就突然間傳來一個尖叫聲 然後那個尖叫聲是很奇怪 就有點像 你在那個高速公路上面 有人按喇叭 它會剛開始很遠 然後就變得很近 越來越大聲 然後之後遠離你的時候 會越來越小聲這樣子 就這樣慢慢就沒 他想說到底發生什麼事 他想說那個聲音的方向 跑出去看一下 所以我就跑到一樓去 要跑出去看的時候 然後在那一個 要出去的那個門口的地方 那個警衛就坐在那裡 警衛說沒事了 不用出去看 沒什麼事 不會有事的話 我會告訴你 沒事了 沒事 你就回去忙你的事情 我想說這樣走 好吧 不曉得發生什麼事 回去做我的事情 反正好多事情要做 所以我就回去 在做我的事情 沒多久 又同樣一個尖叫聲 然後這一次的聲音 更明顯的更大聲 而且知道 應該是個女生的叫聲 那我覺得應該是有問題 趕快再跑下去 是不是急診室 或者是一樓出現了什麼問題 跑下去 走到那個門口要出去說 警衛說沒事的 有事我會告訴你 你不要下來 沒事 有事我一定會跟你說 然後你就先上去 我就說 好 我就覺得好怪 真的非常的怪 隔天早上的時候 護理長 其他人員 都開始來上班的時候 窗戶就開始打開了 打開之後 我就問我一下 我們的那個 負責的護理長 在那邊醉酒說 護理長 為什麼昨天晚上 有聽到尖叫聲 可是我要出去的時候 那個警衛都說沒事 那護理長就說 他跟你講沒事就沒事 沒事就沒有關係 他反正不想告訴我 我就說 但我覺得好好奇 所以我就問一下學長 我就問學長 我在值班的時候 昨天晚上好像有聽到聲音 可是我下去到樓下的時候 警衛一直跟我講說 沒事 然後學長一樣跟我講 沒事就好啦 本來值班沒事是最好啦 我們現在覺得你很煩 是... 所以我就覺得就很討厭 我就覺得怎麼會 沒有人要告訴我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晚上休息的時候 我就到那一面 就是那一面 有窗簾的那一面的外面 其實是比較繁榮的地方 就是去吃個晚餐這樣子 我就出去 然後我就走到 最近的一個攤位 就是跟他講說 我要吃東西 然後我在吃東西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醫院 會不會怪怪的 然後他就說 你是外地來的 我就說 對... 我來支援一個禮拜 他就跟我講說 你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沒告訴你嗎 我就說 我有一直問 可是他們都跟我講 沒事就沒有關係 他們說 你不知道 大概晚上十一點的時候 窗簾就會關起來 窗簾關起來的時候 醫院那一面 就會沒有燈光照出去 所以正面的 這一邊的那個攤販 就知道要開始收起來了 就大概十一點就知道 要收了 大概一個小時的時間 要去收 要打烊了 就大概十一點就知道 要打烊了 我說 這樣 大家都這麼早就休息了 然後他說 不是 因為十一點之後 就可能會有事 然後我說 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是不是因為我有聽到尖叫聲 然後他就說 很少人會聽到 但是有些人會聽到尖叫聲 沒有錯 然後我就說 那到底尖叫聲是什麼事情 他說 他說 以前有一個年輕 小 未成年少女 那因為他被自己的父親 性侵懷孕了 懷孕之後他去住了醫院 然後那個媽媽就一直指責 那個女兒去勾引自己的父親 然後對他非常不諒解 然後覺得他的肚子裡面 是帶了一個虐腫 不應該生下來 然後他在那個醫院裡面 就受到這樣子 一個很大的一個折磨 然後也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有一天晚上 就是他在待產的時候 他就穿了全身都是 紅色的衣服 包含鞋子 全部都穿紅的 就從那一面牆的樓上 跳下來 然後就在那邊就沒了 然後從那一天開始 他們就覺得 每天晚上有些人 住在那裡的 有些人會看得到 他晚上在那個時間點 就有一個紅色的影子 會下去 有些人會聽到尖叫聲 有些人會在攤販那邊 吃東西的時候 會看得到 所以那一家醫院就決定說 在晚上11點的時候 那邊裝上穿也把他關起來 讓人家看不到 那關起來的 對 所以他就告訴我 大概就是有這樣子的一個性 他是說 少數的人會有這樣子的感應到 但是這一件事情 你還是回去 再去問一下你的學長 那你就很神祕回去 學長我知道了 對啊 街王敢不敢說 你我那邊見 沒有人敢 剛剛這個講到 你有沒有發現他說的是 每天晚上11點 一個紅色的影子 從那個地方又跳 在這裡奉勸很多萬一 因為感情 還是因為金錢 因為很多關卡 過不去的人 一定要想清楚 不要做尋短的動作 因為根據很多很多 宗教的說法 你如果是用這種方式的話 你每天都會重複 一樣的死法 而且要重複的時間 要多久呢 如果你的陽壽還有四十年 你就必須要重複 到你陽壽盡為重複 所以 千萬不要尋短 沒錯 而且難關就是能忍 就是忍 過了一段時間 就會好轉 希望你們要這樣想 尤其是感情的事情 千萬不要去想一些 那個想不開始 接下來是阿兵哥 大家都當過兵 當兵 有一個阿兵哥 他見鬼又起人 結果是身體有毛病 馬醫師 怎麼啦 其實精神科看這些靈異 是最多的 比如說我們會很自動化的 把它解讀成是一個 醫學的現象 是 那我接下來講的故事 是發生在我當軍醫的時候 那這個故事的主人腳 叫做阿財 好 那他就有一些些 頓頓 反應比較慢 然後比較木納一些 隔想而知當兵之後就是 這樣子最容易被欺負 被當天兵了 那有一天 熄燈之後 大家聽到慘叫聲 聲音 聲音的聲音 好 那趕快把燈打開看 原來是阿財 他在那邊眼睛張得大大的 然後看著天花板 這樣發抖 在聲音 那又不像周末 好像周末眼睛閉起來 那班長把他搖醒 問他說怎麼回事 阿財說剛剛一熄燈之後 我就看到四處火光 火光起來 然後有幾個軍人 很慌張地在跑來跑去 那聽他描述這個軍人的 這個裝服裝裝扮 不是現在的阿兵哥 好像日本兵的感覺 那大家也是就聽聽 就算了 那陸陸續續 這樣的事情發生過好幾次 那我第一次見到這個阿財 是在醫院的急診室 然後遠遠的就看到 一個阿兵哥坐在那邊 然後 這個就 起床嘛 就是起床 那我走過去 然後叫阿財 看怎麼回事 那他的輔導長跟學長 把我拉到旁邊 他老是這樣子 就老是這樣子 就是怪怪的這樣子 但我心裡覺得不對 一定有蹊蹺 我問他們說 你們剛剛在幹嘛 他說下午大家在練習 跑三千 跑完三千之後 每個人都滿身臭汗 就去洗澡 但是阿財沒有 他就默默地回到他的寢室 這樣子坐著 也不理別人 等於他們洗完澡回來 就看到阿財已經開始 起床了 那這個時候 我心裡面就已經有個 診斷浮現了 趕快請工作人去抽血 然後打點滴 好 那不到一個小時 報告就出來了 跟我才推測得完全一樣 就這個是一個叫做 熱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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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前面那個年輕人 它是低血甲 那熱衰竭是高血鈉 都是電解質的問題 激烈運動後流汗 沒有及時補充水分 脫水 然後身體的溫度 體溫調控機制會出問題 如果沒有及時治療 再往後走 就叫做熱中暑 會橫紋肌溶解 然後腎衰竭 甚至會死亡 紅中秋的案子就是這個 就是這樣子的機制 那因為這個阿財有這些身體的問題 再加上他不適應 我們就讓他住到精神科 那很特別 他在部隊沒辦法適應 但是在精神科跟我們這些 很可愛很單純的這些病友 相處得不錯 那第二個主角出現 就跟他最合得來的 一個阿伯 我們叫他叫阿南伯 阿南伯他是一個老病人 住好久了 他是一個嚴重的這個 智能不足 加上自閉症的患者 所以他沒有跟人溝通的能力 那平常都是一個人在角落 他有一個很奇怪的習慣 就是他會在角落 抱著他的大腿坐著 然後從喉嚨發出一種 咔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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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啦咔啦咔啦的聲音 很像那個窗戶開關的那個聲音 那不知道為什麼 結果阿南就跟他很投緣 兩個人很合 他講的話他們也可以溝通 兩個變好朋友 就常常在那個位置聊天 那有一天這個阿南伯 他就發高燒然後虛弱 我們就把他送到家務病房去了 那這個阿財 看找不到阿南伯 有點失落 那又過了幾天 有一天晚上我們查房 巡房的時候 就聽到有人聊天的聲音 那我們走過去看 好看到什麼呢 就是在這個阿南伯 常常坐著像這個位置 空的 阿財坐在旁邊 對著這個空空的椅子 談得很開心 聊得很開心 那我們就問說 走過去問他說 怎麼回事 阿財你在幹嘛 他說我好開心 你看 阿南伯回來了 那所有在場的人 心裡都很毛 為什麼呢 因為稍早的時候 下午 ICU才打電話來說 這個阿南伯 已經病情加重過世了 護理長趕快跟他說 你不要想太多 你去睡覺 那這時候最恐怖 最詭異的事情發生了 還有什麼比阿南伯的靈魂 回來更嚇人 稍後告訴你 這個阿南伯 已經病情加重過世了 護理長趕快跟他說 你不要想太多 你去睡覺 然後這時候最恐怖 最詭異的事情發生了 所有的人 我們後面之後求證 所有人包括我 就聽到在那個 從那個空蕩蕩的椅子 傳出來 喀啦... 喀啦...的聲音 那那個聲音以後 大概差不多一個月 就我們一般講 七七四十九天的時間內 只要是夜深人靜 很多人都說有聽到 喀啦... 那我分享這個例子就是說 也是一個提醒 因為我們精神科在醫院 都被稱作Psyche 醫生 諸位醫生一定知道 就Psyche來Psyche去的 那個病人有點Psyche...的 你找Psyche醫生看一下 什麼意思呢 就是只要不是很震驚的症狀 你去醫院 不是胸悶 不是頭痛 不是這種真正經經的症狀 就一例歸於精神科 對 但是千萬不要忽略到 有時候像這個 跑完三千公尺出現 熱衰竭 這個就是一個生理的因素 好 剛剛王大哥講 叫做沾望 這也要趕快治療 不然就可能真的出人命 愛下人有沒有 在這個病症 什麼東西啊 愛下人有沒有在這個病症 我現在幫你掛一下號碼 馬醫生 Psyche... 要看Psyche醫生 好多次 來 醫院內控出了問題 就會鬧鬼的傳聞不斷 內控是什麼 內控是什麼 當醫師人都知道 裡面你進來 然後病人進來 要經過什麼程序 要住院什麼什麼 一定有很多的程序在控制 內控如果出問題的話 就會有很多的問題 這個南部的一家 小型的綜合醫院 那他呢 這個院長 是一個很會做關係的人 所以他其實院長 其實在醫院的時間不多 在外面的時間很多 交際應促幹嘛 然後他也很習慣拉幫結派 這個醫生跟我比較好 來... 你來當這個部的部長 幹嘛什麼的 這個跟我不太好 對不對 這樣他出來喝兩杯 他也不喝 這個就把他打入冷宮這樣子 他就在醫院裡面 就有這樣子的派系 就有一個婦人 去這家小型中國醫院 去換膝蓋 去做一個膝蓋的手術 就做完手術之後 三天 奇怪了怎麼開始 噁心 吐 幹嘛 醫生趕快做一個檢查 原來叫做什麼 腸梗塞 是吧 腸梗塞 就沒辦法吃 後來他們就給他插管 然後就這樣灌食 灌食然後就... 然後什麼掉點滴幹嘛 做一些該做的事情 三天之後有一點好轉 又開始 讓他又開始回復到自己吃 又過了兩三天 又開始噁心 又是腸梗塞 這個時候大家在討論 為什麼會這樣 結果才發現 他原來有兩份的藥單 就兩份藥單大同小異 裡面有一個藥 一款藥 這個藥是弄完手術 一定要吃的藥 但是不能吃太多 不然會中毒 等於這個婦人已經吃了七八天 一個藥每一天吃兩份的劑量 所以他已經中毒了 但是這個藥中毒 所以發生這麼多的腸梗塞 幹嘛 這些症狀 趕快做解毒 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那一個婦人的開始 就發生很多 就多從器官衰竭 後來掛了 婦人死了 那裡面的內空 他當然就推來推去 怎麼會有這種兩份 什麼藥怎麼會這樣開呢 那大家就開始有這種 派系之間的糾結 恩怨就更深了 好了 其中有一個醫生 在有一天突然間跑到藥局 跑到藥局 奇怪跑到藥局來 不知道幹嘛 藥局有藥局 然後醫生跑到那邊 就拿了一瓶藥 打開之後 就盪著大家的面就 把藥都吞了 大家傻眼 他吞什麼藥 一打 他說這個藥 不行 很嚴重的 趕快拉去洗胃 強制的就把它洗胃 大家都不知道 怎麼醫生會這樣 那這一個醫生是屬於 比較偏院長的 那在這個事情上面 在那個婦人的這個診斷上面 他是屬於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另外一邊就說 活該 這種一定是酒喝多了 晚上跟醫院長去幹嘛 酒喝多了 腦袋不清楚了 這樣洗胃 沒死 又過了幾天 另外一個醫生 突然間頭痛欲裂 然後在那個醫院裡面昏倒 昏倒之後他把他送去 然後做一個檢查 一發現 這個裡面有五公分的腦瘤 這是不是應該要 要開刀要幹嘛 就在討論 那他自己本是醫生 其實他是不是 對這個醫院也不太放心 他自己就跑到 他的同學的那個大型的醫院 再做檢查 一檢查 什麼都沒有 很好啊 你的狀況很好 怎麼會這樣 他再找第二家 再到第二家大型醫院 再做一次 你就等於再做了兩次 等於三次的確認 沒有 完全很好 狀況很好 奇怪了 那回到他的醫院裡面 他就覺得這家醫院怪怪的 為什麼會那個X光片 一看他什麼一看 怎麼會 這個有 這個這麼明顯 這個完全都沒有 這個時候 又來了一個小朋友 小朋友來 因為什麼感冒發燥大概 去住院 去住院的時候 發生了一個事情 打點滴的那個針頭 竟然七天都沒有患 結果後來 他那個小朋友 後來變成那個地方局部的 變成蜂窩性組織炎 我們現在叫做蜂窩性組織炎 那時候可能沒有人 沒有人叫做蜂窩性組織炎 就潰爛 開始擴散 結果後來那個什麼病菌 還是什麼病毒 ...擴散到腦部 然後小朋友死掉了 為什麼會沒有患 因為那個院長 為了要降低成本 拿很好看的數據這樣 他曾經要求過 如果可以用就繼續用 盡量節省這些耗材 是不是 來降低成本 所以家族對這事情 非常不諒解 就要告關這樣 那裡面就產生很多的 開始檢討什麼... 互相指責這樣子 有一天晚上 有一個婦人 跑到他們的藥局 那說我要換藥 拿了一包藥 我要換藥 那個藥局很奇怪 你換藥 換藥 醫生同意吧 或什麼 怎麼會是你自己來 是不是 或者醫生的處方簽 什麼的 什麼都沒有 他拿到一個藥包說 我要換藥 然後那個 你這個東西應該不行吧 一抬頭 那個人不見了 怎麼... 就留下一包藥 剛剛有... 你們有沒有看到誰啊... 他說沒有啊 就只有你看到 我們誰都沒看到 那這一包藥哪裡來的呢 無法解釋... 大家就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 你看到那婦人的樣子 是什麼樣子 他一形容 就是那個來換膝蓋 死掉的那個婦女 大家就覺得見鬼了 整個醫院裡面 大家議論紛紛 晚上都覺得說 今天值班 女生都不敢值班 儘量請男生值班 男生一個人 也毛毛的說 自己讓... 然後開始 救人開始弄斧 弄什麼東西 再整個 可是整個醫院的 污煙瘴氣了 這個事情 傳... 後來傳到 醫院的董事會去了 那大家覺得說 這個事情怎麼會變這樣 一檢討 就是內控 剛剛講那內控 發生很大問題 你怎麼會有開到 兩份藥單呢 你怎麼會連這個 針頭該換都不換呢 這些東西都是不對的 後來他們董事會 就做了一個決定 把那個院長給開除了 換人 然後在醫院裡面 辦了一個法會 把這些之前的 可能亡死 不應該死了 但是死掉了 做辦了一個法會 整個化解掉 那個醫院 才恢復平靜 是 接下來你要注意聽這個 孕婦 為什麼會聽孕婦 將來你也會做孕婦 孕婦在待產的房間裡 做了禁忌的事情 造成死胎 到底什麼禁忌的事情呢 吳醫師 這個產婦生出來自一個死胎 這個娃娃呢 他帶了三串項鍊出來 這個是 期待做的項鍊 期待到期 那後來這個產婦 其實這個產婦是 知識水準很高的 是一個國室 那他不是說親菜人對不對 就是說 那個一般鄉間 或者是一般的祖父 誰誰就算了 他就會在檢討說 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我們在跟他討論的時候 他說 到底這個世界上有沒有胎神 這個事情 當這個病人說 他的這個 這樣 纏在一起的時候 我問他一句話 我說 你有沒有在你這個懷孕當中 尤其是快 因為他前面都是正常 快生的時候 到你要生產 就是待產這個中間 有沒有做什麼事情 你去轉了什麼東西 讓他這個期待 這樣 有沒有 那或者是去釘什麼東西 他一直想 我說有 就是在那個待產婦的時候 那個他們洗澡的時候 那個叫什麼 校尔的那個蓮蓬頭 它不是樹在有一根那個嗎 我們不是有根柱子嗎 那那個蓮蓬頭要倒皮 把它套上去 把它弄上去 它才不會掉下來 那個時候 弄下去的時候 那個蓮蓬頭的那個 靠子那個東西掉下來 所以他想說小事一裝 那他就去跟那個 護理的那個 護理站這樣 然後那個護理站就 拿了一個那個螺絲 帶給它螺絲 如果當時是護士去 請那個公... 去轉 就沒事 結果護士把他拿到 他剛好就不知道什麼地方 在叫他 這個護士就跑出去 他就想 沒什麼事 我等一下 我要洗澡 有點急嘛 他就自己給它打下去 就給它轉螺絲 把它轉... 轉進去了 轉進去 然後才想到 好像不能夠在牆壁上 或者是什麼東西這樣轉 可是已經轉完了 那也沒想到 沒什麼 肚子也沒什麼痛 也沒幹嘛 他就想想 也還好這樣 所以後來我們就跟他講說 因為這個很奇怪 那個期待 本來如果你是這樣 像這個就是繩子 這樣子掉三圈 你就算了 可是他居然是 像每一個 像打結的珠子這樣子 而且在做 你看看我們現在的檢查 會做到什麼 三滴啊 都沒事啊 對 還有四滴是不是 對...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 就覺得很怪異 所以我們不是迷信 但是有些看不到的東西 那長輩已經在講 那我們還是為了 我們下一代的時候 該如果說像這個釘子 剪刀或者是什麼 針這些 如果要用的話 可能請長輩用 不然就是什麼 你真的要的話 就是要把它掃掃 拿個那個掃把 把它掃一掃 就沒問題了 所以有些東西 還是要去注意 就是講到這個就是說 你寧可信其有 你不需要 這不是迷信 但你不需要跟它賭嘛 對 那剛剛說的那個掃掃 不是只有掃掃 萬一你做了 然後被長輩罵有沒有 那你很著急 我的做了怎麼辦 除了掃掃之外 你記得那個掃掃 就是那個掃走的最上面 拿起來 朝旁邊的地上跟牆上打一打 敲一敲 再撒鹽 還有撒鹽 對 還要撒鹽 因為撒鹽是廚繪 所以敲一敲 打一打 撒鹽 就可以把這個事情給劃掉 為什麼 你這個腦筋 大辣辣的 一定會一天到晚 就不知道做什麼 對 它一定大辣辣 它一定像我們選 選進去之後 不能選耶 再把它弄出來 弄出來 然後他已經選了 已經選了 再弄進去吧 再弄進去 那選完後 你選不要去拿電鑽 他就剪刀吧 我在你們心中到底有所困 因為他真的轉得很厲害 你看看 對 在值班室裡面的電腦 一直敲不停 然後半夜就有人在 瀏覽病例 廖醫師 這個太恐怖了吧 我想值班室就是 有當過實習醫師跟住院醫師的人 對值班室一定都不陌生 因為我們那時候有 人生有很大一段時間 都在值班室裡面 包括好不容易有一點點時間 你要睡覺 那在裡面最常做的事情 就是打病例 或者是說 我們在做明天 早上模擬職業要做的報告 所以其實我們在值班室裡面 會花很多時間 那我還記得那一天是一個晚上 也是我們值班 剛下刀的時候 那走進值班室裡面 那通常我們那時候值班室是 大概就兩張床 然後再配置一個廁所 這個樣子 那我們那種床跟 那個大學宿舍的那種床很像 就是床上面是 上面是休息的地方 那會連著一個這個 就是鐵欄杆這種梯子下來 那下面當然就是 我們擺電腦 然後擺書 就是讓我們可以做一些事情 這樣我們半夜 被人家電話 下來就可以繼續趕快用電腦了 那我那天進去的時候是 已經有個學長躺在裡面 那他臉是朝著牆壁 那我們就兩張床這樣 燈已經關起來了 那我就跑上床去準備睡覺 好不容易偷一點時間先睡 好 那我臉也是 轉向牆壁 不知道為什麼我就習慣這樣 我就轉向牆壁睡 然後就很清楚地聽到 開始電腦會有鍵盤的聲音 有人在卡拉... 就在寫東西 寫完到一個段落 彷彿還有那種按Enter的感覺 你知道嗎 就是會 會按下頁這樣子 然後再加上滑鼠這樣 然後電腦螢幕就 一下 亮一下... 那我就想說 因為我還沒有睡著 我才剛上去而已 我就覺得我很確定 我沒有聽到 有人從對面的床 走下來的聲音 那平常我是一個 還滿單小的人 那這個時候我就 稍微鼓起一點點勇氣 我就轉頭過去看一下我 後面的那個 那張床上面 那個人還在不在 結果還在睡 然後我就想說 算了這種時候就是 趕快睡覺 媽媽有焦 結果遇到這種時間就是 睡一睡 白天大午就沒有事情了 真的 就稍微有點睡著了 然後結果睡到一半的時候 就... 有人這樣子拍了我右邊前面 因為我是這樣躺著睡 他這樣拍我肩膀一下 低一下的時候 你還可能沒有感覺 因為有時候我們 睡覺的時候可能就是 這個可能會錯意了 應該會錯意吧 我想 我想說應該是會錯意 結果過了一下 沒幾秒鐘 又被拍了一下 而且就是那種人家 手拍你的那種感覺 對 那我們直過半的時候 就是如果當你睡得很死 覺不醒的時候 人家是這樣叫你 就說哪一床怎樣... 不是 或者是說有人要跟你講說 我給你借個東西 就是學弟你稍微睡過去一點這樣 不是說一定要 跟學長一起睡 不是這個意思 他不是說 不是講到說 我好害怕 學弟已經睡過去一點了 但是都不是... 結果拍完我之後 就都沒有講話 那這時候就是 又想起媽媽講的話 趕快睡覺就對了 真的 趕快睡覺就對了 好 那就這樣睡完了 有天早上起來就... 就說眼睛起來的時候 可以看到發現 睡我旁邊那個學長 他也醒了 那我就問他說 小姐 昨天有下來 有下來那個 用電腦 Keyorder嗎 我說沒有啊 他說我昨天超好運的 都沒有被摳 我說是喔 是這樣子喔 那時候已經早上了 所以我們大家神智 都是很清楚的時候 然後就收一收東西 然後準備要跟他離開值班師 燈一關 就突然聽到一個男生的聲音 直接就是在你耳邊講說 什麼話下的醫師們 牙口無言 你千萬別錯過 就突然聽到一個男生的聲音 直接就是在你耳邊講說 他在裡面的罩 我非常確定我有聽到 而且那個已經早上了 沒有什麼昏昏沉沉 絕對沒有 然後 我看了我學長一眼 他也沒有講什麼東西 我們把門關起來之後 就往電梯方向走過去 一直走到電梯的那個地方 然後我才敢問他說 修昂 他說 對 我有聽到 你不用跟我講了 我也有聽到 那 後來才聽說是知道是怎麼樣 因為以前的醫病比 可能比現在再更離譜一點點 就是一個 當事的醫生可能必須要 手上要處理很多的病人 尤其是那個時候的住院醫師 那在比較早些日子的時候 他們那個 外科部的人手比較不夠 所以一個醫師他可能手上 必須要去照顧的病人 跟他key的病歷是很多的 那那個時候就有一位 一位之前的前輩 他就是半夜因為事情還沒做完 然後他就想說 他病歷還沒有key完 那就跑到值班師裡面去 就繼續去做這陣事情 那隔天早上 陳惠沒有來 蒙尼語庭找不到人 打給他 美睫想說可能在睡覺吧 那開刀的時間到了 也沒有出現在開刀房 打給他還是美睫 所以這時候大家想就不對了 趕快開始翻一下那個值班表 昨天晚上他值班 所以他就直接 大部分大家就直接跑到值班師 結果門一打開 他就頭趴在這邊 然後手握在那邊已經累死了 key病歷了 過勞死了 對 就是現在我們最流行的 最軟的那一塊嘛 對 就是那個勞工的權益 那後來就是 我們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就當然有跟醫院反映過說 那既然這一間 值班師這麼邪門 你要不要乾脆就把它改了 或者是怎麼樣 然後醫院就說 不行... 其實之前我們不是第一個 有去反映過這樣的事情 就是他們都有聽過 就是半夜的時候 其實他們裡面會 兩可能變三個人在睡這樣子 那 可是他說只要把那個值班師 門一關起來之後 他就沒有辦法繼續打病例了 那當時我們住院 一定有很多病例是沒有完成的 包括出院之前的時候 我們都還要 大家都有經驗 都還要去地下的病例是 去補病例嘛 然後如果是病例差比較多的 那幾本病例 就特別會在晚上會出事情 因為他沒有辦法 在值班師裡面寫病例 他只好出去 別的護理站寫病例 就會有其他的 他就出了那個房間 對 他就出了那個房間 就去其他地方寫病例 所以不行... 所以那個房間門不能說 那你們事後 還敢在那邊睡覺嗎 漸漸傳開來之後 就那一間就... 只有白天有人進去做事情 晚上就比較少了 我也習慣了一看門 學長 不好意思 學長好 學長你打病 你不要睡過來 今天謝謝各位醫師的分享 真的太精采了 今天謝謝大家